楼下邻居拍了照片 显示天花板上有四五处古包 其中一处的水泥还脱落了 这事要从楼上张女士家铺地板讲起 张女士的房子在新时代城市家园 9月份她买了石木地板 商家包安装 在第一次安装地龙时 安装师傅表示 保温层太松散 钉子吃不住 提了两个方案 一个方案说 让我们就是把它这个不牢的地方铲掉 保温层铲掉 到时候直接钉龙骨上来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着瓶瓶铺 但是我们买的是石木地板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就是网上查了一下 说瓶铺的话 对地板就是潮啊 或者对后期的话不是很好 张女士找人把保温层敲掉了 有两三厘米厚 原本应该重新铺水泥找瓶 但安装师傅提出了另一种方案 铺两层地龙 钉第一层是这么钉下去的 然后在第二层的基础上的话 它是这样 就是钉上去以后 再把第二层钉到这个上面 交叉了这样子去钉 这层就当于找瓶了 对对对对 是的 9月29号 三个卧室的地板全部铺好 楼下邻居晚上回家后 发来了最开始的照片 钉子的长度是8厘米 地龙厚度是3厘米 等于说 钉子最多进入楼板5厘米 隔按国家标准 一般楼层线胶板厚度 不该小于8厘米 预埋按管时 不小于10厘米 楼下怎么会鼓包呢 卖地板的跟我说 你们楼板太薄了 他说不是师傅的问题 物业工作人员也赶了过来 询问了之前的安装步骤 原来在钉地龙前 安装师傅先用电钻 在地面上钻了很多洞 再塞了这种木塞子进去 楼下邻居家的天花板 张女士已经找人维修过一次 不过又产生裂缝了 楼下邻居说 古包的痕迹南边房间最多 往北依次减少 最北边的小房间没有古包 小陈家要重新整修 现场张女士赔偿了3000块钱 不过张女士认为 这钱应该由地板商来付 地板商叫德峰地板 在杭州建华装饰材料市场 小老板说 店里大约有30%的顾客 会选择先敲到保温层 再订地龙都没有问题 所以他认为 还是张女士家楼板太薄 那我如果是打了个四五公分 又穿了 那不要在咖方商的 不是来找我的 我是按照标准施工 干个东西下去 厚度不就出来了吗 我昨天我都说了 是我的责量 我不会去逃避的 哪怕是我安装师傅的责量 我全揽在我身上 最后张女士和小陈协商好 等他们再维修时 把涉事几方一块约到房子里 用电钻打穿楼板 再用游标卡尺量一下 看看是楼板的问题 还是施工的问题 188航经验记者报道 我先来说 谢谢大家 别我先来说 我先来说 我是施工的